立秋過後,化妝品換上新妝 護膚策略都要改變 秋天濕度低,容易出現乾紋 眼周原有的皺紋更加會與新紋合併 塗什麼才可以有改善呢? 其實眼睛附近的皮膚 是我們人體皮膚之中最薄的地方 其實薄了大概三分一至一半左右 第二,其實我們做很多表情的時候 都會牽涉到眼睛附近肌肉的動作 摺得比較多 這兩個原因令到眼部附近的皺紋 是最容易出現 也是我們最先出現一些皮膚老化徵兆的地方 動態紋就是平時我們做動作的時候 才會比較容易出現 我們通常要處理它 很多時候都需要用一些肉毒幹菌的注射 而相反靜態紋可能很多種 臉部的水份不足夠 很多乾紋的形成 除了這樣之外 就是可能我們皮膚下面的體積不足夠 比較少了膠原 少了支撐 也都會令到幼紋比較容易出現 第一,我們當然要保濕多些 另一個作用 我們就希望可以做多些抗氧化的治療 希望可以增加多些膠原的製造 如果真的問題比較嚴重一些 有些人可能真的要做一些射噴或者激光的方法 去令到膠原再提升更加多 膠原本身就是一種我們平時皮膚裏面的骨架 舊的膠原 它的彈性少了 它的支撐力差了 表皮很容易有一些高低低 其實維他命A的顯生物 第一樣,它就是增加皮膚細胞生存代謝 而另一樣就是刺激膠原的增生 增加皮膚的支撐力 如果純粹用一些膠的方法 或者按的方法 其實它比較多去減少皮膚的水腫為主 增加膠原或者減少幼紋 效果就不會很明顯 市面上還有一些商品 添加直靈性分 有短暫的去皺效果 不過如果它是一些膠性的直膠 它可以在表面形成一層膜 再塗一些脂下膏 那皺紋的問題就會比較容易去減少 卸妝的時候 我們也要卸得好一點 否則那個膠一直維持在皮膚上面 它會容易一些瑣失毛孔 令到我容易一些生暗瘡 MING PAO CANADA 感谢观看